这两天我一直想找个机会 跟你好好解释一下 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其实那天晚上 咱俩遇见那个女人 她是我从前的女朋友 不过我跟她早就分手了 她最近遇到点麻烦 所以她想找我聊聊 陈涛 你没必要跟我解释这么多 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事 再说了 我也没有权利干涉 你先别一口回绝我呀 我呢 是想让你多了解我一点 你是不是很多情了 是啊 我承认 对你我确实有点多情 怎么了 让你反感了 那倒没用 你也没伤害我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我觉得一个男人多情调 没什么不好 再说了 一个聪明的女人应该懂得 让男人这种多情 转移到自己身上 对吧 那照你这么说 李陈康原来感情上的失败 都是因为女人不聪明造成的 至少那天那个女人是恋爱的 那你不觉得男人的责任感也很重要吗 当然 这点我绝不否认 怎么这么晚还抽烟啊 不是说好了吗 睡觉前不抽烟 你突然多出来这么多规矩 苏琴 我想要个孩子 别吓我啊 现在收获什么都不能收获孩子 没吓我呢 我是认真的 陈娟啊 我跟你在一起 最大的顾虑就是怕你怀孕 那 要是我愿意呢 这是两个人的事 当然得两个人商量着办 我没有要你负责任的意思 我也没有要逃避责任的意思 我们公司有女同事 叫顾飞飞 比我还小两岁呢 人从美国回来什么也没待 就带回来一个孩子 除了她 谁也不知道孩子爹是谁 那这孩子有美国户口吗 咱俩没有婚姻关系 那生出的孩子就是黑孩子 会影响孩子一生 户口可以办啊 北京办不了 我回老家办去 我既然敢生 就会对她负责一辈子 你还是一根精力 反正我不是随便的明说的 你慢着头想什么呢也不说话 我在想什么时候能跟你一样 有个自己的孩子 什么时候有这想法的 也想到妈妈了 那天看到你儿子 我就觉得 这女人一辈子没做过母亲 真是挺遗憾的 那就跟思琴生一个呗 我跟她提了 可人家根本没这想法 她说她最担心的就是怕我怀孕 我觉得她根本不爱我 这辈子 我到底会不会再有婚姻呢 我给你介绍一大师吧 听说算得特别准 我那个朋友说啊 这个大师说她一个月之内 双喜临门 她果真就是双喜临门 首先在生意上签了几项大合同 其次呢 就是她结了婚 真的呀 反正这种事吧 你也不得不信 她有她一定的道理 胡大师 帮我这位朋友算算吧 小姐 我得给你一句钟眼呢 你不用紧张 是好事 从你这面相上看 不错 你可不是凡人 这种面相不是轻易可见的 今天能见到你 也是我的父亲 不过呢 她的财运很好 另外啊 我这位朋友 想问问她感情方面的问题 这样吧 把你的深层麻字写一下 我帮你推算一下 好 怎么样 你的这位朋友 也就是这位陈小姐 感情是丰富的 情感上是有挫折的 不过很快就过去了 婚姻始终如意 可可叛叛是有的 但是不会离婚 在家里你说了算 老公呢对你很忠诚 今年就能喜得贵子 来个小金珠怎么样 我不想听他说了 等着 你总得让我把话说完吧 忠言逆而立于行 我不能只说好的 我不是那种 不负责任的算命先生 我是研究易经的 你愿意听我就多说两句 你不愿意听 我可以闭嘴不谈 十几万字的论文我写 我现在正在申请 人生情感事业研究所 我还希望 你对我的研究所做的实际贡献呢 我不想听他胡说八道 咱们走走走 走 我说 你这个朋友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说得很好的一下就吵起来了 我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 他不能这样对待我 你干嘛你耍流氓啊你 走 这个小女子说话一点都不文雅 耍流氓 我是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要不然早就报警了 真没想到那人居然会是个骗子 就让你别生气了都怪我 别说了 我都真希望他说的是对的 和我没那个命 你要是真想要个孩子 干脆就跟苏青提出结婚 他要是不答应 那他就不是真爱你 我都不带你 苏青 把这些画都入册登记 输入到电脑 说实话 真是够你们忙一阵子的 陈娟怎么样 还可以 人家就这么白陪着你过一辈子 不大可能吧 前一段时间跟我说想要个孩子 我觉得不太现实 你看你看 我说没这么简单 就是没这么简单 这都是经验 天下的女人 都是要个归宿 没有白陪着你睡 都觉得陈娟还不错 挺通情打理的 没跟我傻皮 你呀 还是主动一点问问人家怎么想的 别尽想着自己痛快 我听你这话的意思 觉得我在骗人家 我可不是那种拿好话哄女人的男人 你呀 就别嘴硬了 到时候看看陈娟的小丫头怎么治 好 我想跟你谈谈 我要是不同意现在要孩子 你是不是马上就从这儿搬走 那也不是 只是我 你要是很为难 我也就不好勉强了 也不是为难 我就是觉得别扭 说实话 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很开心 我知道 你就是在乎别人 对我们这种关系怎么看 其实有时候 我觉得挺对不起自己的 一次婚姻失败了 难道就这么混下去吗 这怎么能叫混呢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知道 这个字眼不好听 可我们现在的关系 跟混没有两样 我想要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苏琴 我想和你结婚 好 我答应你 想个好日子 我们结婚 宋总 我想请个假 干吗 我打算十六号 跟陈娟回去办结婚审讯 怎么说办就办 都想好了 我是为陈娟感动啊 其实她挺理解我们的 她父母知道吗 不知道 不过她说问题不大 她父母都挺民主的 而且我的情况 她提前也跟她父母提到过 你有什么担心的吗 看来啊 你是走在李小冬前面了 不要了 我那里去打什么 你们再cil了 您 threads 我监情 您又听了 您担心 是苏琴吗 妈 就知道苏琴 就不知道关心关心我 已经一个星期没来电话了 真让人操心 你说他这脾气像谁呀 怎么就不能塌了 续续过日子 我听说他又交了女朋友了 两个人出得还不错 行了 别太操心了 又不是小孩 他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太不像话了 我得给他打电话 你找什么急呀 这是他自己的事 他别婚的时候没跟你商量 不是眼皮了 你就别瞎操心了 我爸怎么样 挺好的 你就放心吧 你爸呀 是个很会保养的人 不像我 操心了你 有时间你就常回来看看 我挂了 好 你这个老太婆 我怎么不操心了 你还没睡呢 看书的 听你电话真想啊 我以为是苏星来的电话 他呀 又交女朋友了 还顾得上给咱们打电话 我先送你回家 明天下午咱们便在酒店演票 完了再去见你不回 你不回家 太晚了 我不想打扰她了 明天再说吧 那边 这边 再一个 你会一会儿 那边 打扰呀 这边 你会用 你会得做 我 打扰呀 我 你会不立即 都运它 你会不立即 你会不行啊 我 你会不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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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爸妈呢 你说他们会喜欢我 什么时候变那么不自信呢 我出去了 给你电话 明天接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公子 苏琪 怎么是你啊 这么巧 你怎么又转回来了 什么叫转回来了 我想回来就回来了 看样子 在北京过得不错 那行吧 衣食无忧 但没什么大抱着 看你的气色还挺好 你结婚了吗 没有 可我怎么看你 像是结婚了似的 是你自己结婚了吧 你看我还有可能吗 你还在这儿待几天啊 看吧 事一办完就回去 那改天我请你吃饭 你电话变了吗 没变 就是变了也得告诉你 没想到 我这个前妻 在你心里还有地位 那再联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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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怎么才回来啊 不就买点东西吧 路上碰了一熟人 聊两句 你洗把脸换点衣服 我在这儿等你 来 给你爸妈买了 嗯 来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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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素琪 你磨蹭什么呢 怎么还不下来啊 陈俊 你先上来一下吧 我有话跟你说 好 好 我上来了 有什么事说吧 是老子接上了 刚才有工 李小冬 好 难怪的 你一进来的时候 神情那么不对头 原来你碰见你前妻了 你竟然那么放不下她 为什么不跟她复婚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 我就是觉得 觉得什么 说呀 你先冷静点好不好 你让我怎么冷静 我就是觉得我不应该先走一步 就这样 好 苏青我问你 如果李小冬这辈子不结婚 你也不准备结了 我就是跟你说了一项我真实感受 我这不是回来跟你办手续了吗 苏青 苏青我并不怪你 但是我是个独立的女人 我不会非赖着一个男人娶我不可 你越说越不像话 那要这样咱们这日子能过几天 假如咱们是夫妻 我就是跟你说了一些我的真实感受 你也太不宽容了 陈娟 你去哪儿啊 喂 喂 你说怎么还不来呀 嗯 这个 不管了吧 请问二位是陈娟的父母啊 是呀 你 说说 阿姨真对不起 让你们交道了 陈娟呢 陈娟啊 突然接到北京公司一个电话 说有重要事情 让她必须马上赶回去 你是姓苏的吗 对 我姓苏 我叫苏琴 那个楼上菜已经连好了 您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个饭呢 不吃了 我还有点事的去办一下 这是给你们的 叔叔阿姨 再见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用户已经电话 互转到陈娟业务 您的电话号码就被转发到他的手机上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用户已经电话互转到陈娟业务 您的电话号码就被转发到他的手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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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知道我们娘那关过了吗 别提了 陈娟跟我急了 一个人回北京了 我真没想到陈娟有这么大脾气 你说这女人是不是一旦跟你确定关系 有什么东边 结婚是没错的 咱确实早了点 我不是说的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这领了吧 没领 没领就好 真要是把这领了 那还真就瞎了 再上上吧 别拿感情开玩笑 我说 你打算什么回来 我想在家住两天陪陪父母 我跟陈娟转时分开一下吧 大家都冷静冷静 一步 两步 三步 四步呼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停住 好 黄云 五 六 七 八 你们自己复习一下刚才学的动作 我 有话跟你说 这两天我可是给你打了好多电话 你可都没接啊 我电话放包里了 没听见 这个解释好像说不通吧 你总该打过电话吧 你不应该没有看到手机上我给你的未接电话呀 我看你啊根本就不想接我的电话 对吧 陈康 陈康 我最近心里特别乱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我不想接任何人电话 包括你的 我这么说话伤你了吧 你一直都在伤害我呀 不过 我 我能理解 所以我无所谓 陈康 我真佩服你 你对女人很有耐心 可惜你碰到我了 小董 我喜欢你 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 你总要折磨我呢 这样吧 咱们找个地方 好好谈谈 我今天还有事儿 改天吧 他们今天是淘汰也好 或者站在这个舞台上也好 你们作为模特来讲已经够多了 谢谢 今天的主题是奥运主题 通过你们造型我想到了巴斯文的奥运会 还有几个奥运会 别忙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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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到什么程度了 过程中 什么叫过程中 一点过十岁 你是不是在和那女孩谈恋爱 就算是吧 哎 什么叫就算是吧 妈您别操练心了 能不操心吗 您都快四十了 跟那女孩怎么认识的 她是我以前同事 现在也在北京工作 素琴 你不会是 现在外面有了事 才和小冬离的吧 哎呀妈 您能不能把您儿子的好处想一遍 行了行了行了 这事啊 你自个儿拿主意吧 我跟你妈说的再多 别只是参考 我就是觉得你这孩子吧 在情感这方面你要慎重 刚离了婚 那总得冷静冷静 总结总结吧 来来来 谢谢 来来来 都站在一起 素琴 要不你先把那女孩带家来 让我看看 妈帮你参谋参谋 妈 那公司有急事 已经都回北京了 下一次 下次回来也别搞突然袭击 先跟妈说一事啊 来 素琴 你明天晚上别出去了 就在家吃饭 我给你做结案 你爱吃的啊 我们支持你 妈 明天晚上我有事 跟人约好了 必须行 有那么重要吗 李小冬约我 素琴 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了 妈您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的 我看你是糊涂着呢 又是你提前到了 今天路上没塞车 我就是怕迟到 觉得让你等我不好 我提前半小时就出来了 被养造着还是往里面不好 你现在怎么这么客气啊 这角色变了 自然什么都得跟着变 那你变得够快的 对了 那你这次回来 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 是 本来是想回来 免结婚证 好啊 应该恭喜你啊 那人是谁啊 不会是我认识的人吧 当初咱们可是有约定的 如果再结婚 彼此都不找对方熟悉的人 这你是同意的 这人哪见过 但不能算是你的熟人 谁啊 承军 原来你办公室的同事 你上次去北京还见了一面 我记得 我记得几年前 他来过咱们家 给你送东西 但没进门 都记得这么清楚 他好像比我小不了几岁 还没嫁人 他也是刚离婚 是这样 那 你们还真是挺有缘分的 这么大个北京 还能遇到原来的同事 而且也是刚离婚单身 这种概率不是很高啊 不过苏琴 我还是要给你的忠告 忠告 做老婆的女人 都差不多 咱们点菜吧 咱们点菜吧 你少点点 我吃不多 嗯 在这里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 马上要上台的这些 运遗的孩子们 他们都是 老苏 你说苏琴这孩子怎么办 这边交了个女朋友 今天晚上去见小冬了 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倒不是说小冬人不好 既然两个人合不到一起 就别往一块凑了 要是让这姑娘知道了 这不是找吵架吗 这事啊 让苏琴自己处理吧 咱们不要干涉的太多 该说的话都说了就行了 别顶他顶得太紧 你倒挺开放 我可不愿意 我可不愿意让他过这周 不伦不累 不明不白 不清不楚的日子 苏琴总得有个归宿啊 要么跟小冬复婚 要么跟那女孩结婚 都这么黏着 肯定要出问题的 那你说怎么办 我还真想不出来该怎么办 所以啊 就别操心了 让苏琴自己去决定 要不 你找苏琴谈谈得了 和小冬见面还愉快吗 还算客气 你都谈了些什么 他问我 是不是准备结婚 问那女的是谁 我都如实告诉他 小冬什么态度 还算正常吧 表现的挺大的 让我觉得不像以前的李小冬 小冬这孩子啊 自己也很强 这你应该知道 他一定会是这种表现的 他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 但是一定要让你感到他的存在 其实我心里也挺矛盾的 每次回到这儿 总会让我想起李小冬 你妈妈可是希望你早点找到归宿啊 别朝三暮四了 我也希望自己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感情 总这样漂浮不定 真是挺没劲的 我的手机啊 24小时为你服务 随叫随到 绝不耽误事 这才是哥们 其实啊男人之间的感情很简单 没这么复杂 真急了骂一顿也没什么了不起 哈哈 我这次就没灌陈娟的毛病 他不理我啊 我也不打理他 还好不是夫妻 这要真结了 还真麻烦呢 其实我看你们之间啊 就是缺少沟通 你的意思 我应该主动的呀 我可没这么说啊 其实办什么事啊 都应该给我拒号 绝不能糊里糊涂就算完了 对吧 回来了 刚到家何必这么忙呢 在外面随便吃点就行啊 我已经顺手做了点 还担心你不回来呢 本来答应别人在外面吃了 可觉得 还是在家吃饭好 你先歇会儿 喝口茶 水一开我们就吃饭 我那天在饭店见到你父母了 你跟他们说了我们的关系吗 没有 因为他们把我当姓苏的 我觉得你没跟他们摊白 我也就没做解释 原来我想 算了 说点别的吧 甄军 你不用回避这个话题 我以前所有的经历不可能抹掉 那你不要认为我对你不认真 我知道 我从来没怀疑过这一点 你要真是那好人 咱们早就分了 我们虽然不是夫妻 但并不代表 你可以不在乎我的感情 苏琴 我以前就跟你说过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唯一需要你给我的 就是真诚 我一直在努力这么做 但李小冬的存在涉事时 我无法回避这段感情 我很痛苦为什么爱上你 我会尽量做好的